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咱们又见面了啊 那么不知道大家跟这个超哥呀 学谢尔编程学的怎么样了啊 那么这一节啊 超哥呢要给大家讲一讲 谢尔的条件判断啊 那什么叫条件判断 你可以理解理解啊 什么是条件判断呢 你从这个表情包里面啊 来看一看的 就是咱们呀 之前在学习谢尔的变量的各种使用 它的定义啊 它的这个执行啊 它的这个取值啊 以及数值计算啊等等 并且呢 我们在前面学习当中啊 添加了一些这种实战型的这个脚本啊 一些功能型的脚本开发啊 那我们就会发现啊 by 这脚本开发 它这个非常需要结合if语句 进行一个条件判断 对吧 然后根据不同的结果 来执行不同的操作 那么说到条件判断呢 也就是像我们生活中的真啊 如就是生活中的真假 明白吧 那么这一章节啊 这一大章节 超哥呢 会给大家讲讲条件测试的概念 那你看那个表情包啊 什么叫条件测试呢 比如说 如果我没回你消息 那你就看看 你不知道他在说啥啊 什么 如果你不想跟我聊天的话 请把我推给你有需要的兄弟 什么 如果我真的不是一个废物 谁又愿意混吃等死呢 挺逗啊 所以呢 从这个表情包里面啊 大家应该能够看出来啊 这个条件测试 它的语法就是 如果怎么样 那么就怎么怎么样 对不对啊 你说这东西难吗 不难吗 好 那在讲这个if之前啊 再给大家补充一下 这个ray的命令啊 就是咱们前面的实战脚本开发 已经给大家介绍了 ray的命令 它怎么用 它这个share变量 它除了直接定义复值 也可以脚本传餐 是吧 还有呢 就是通过ray的命令 来接收用户的输入啊 ray的命令呢 它也是一个share的内置命令啊 那咱们在这儿呢 通过type命令看一下 这个ray的命令 它是share内嵌的啊 然后呢 ray的命令 我们学两个参数 一个是杠P 杠P后面会 你自己添加一个提示信息 让用户知道 我该做些什么 然后呢 你也可以设置杠T 等待用户输入超时啊 就是一个脚本 比如超过多少秒 他呢 不输入的话 我就认为他这个这个超时了 明白吧 好 那我们给大家这个演示一下 怎么玩啊 比如说 咱们这样 ray的杠P 杠P呢 后面是写入 给用户看的信息 对不对啊 然后我可以写上说 请你输入你的名字 然后 名字 然后呢 年龄 可不可以啊 那我现在希望他这个输入的是两个变量 一个是名字 一个是年龄 对不对啊 然后呢 我还给他做个现实啊 这现实的参数 咱们写在前面 杠T 也就是表示 Timeout 超时的意思 我在前面写个杠T 然后呢 比如说15秒 超过15秒 我就不让你输入了 来 我先写个5秒 来 那我在这儿 回车 大家等一下 一 二 三 四 五 五秒钟 你看他是不是自动的就退出了呀 就不让你输入了 是吧 那咱们这个ray的命令啊 他是不是要 在后 你想啊 用户输入的这些东西啊 你得在后面用一个变量去接收他吧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整一个 叫 your your name 然后 这个 age 用这两个变量去接收 可以吧 来 那这个ray的命令啊 我们是杠T 让他超时5秒 太短了 给他超时15秒吧 然后杠P呢 给用户看到一句话 然后通过两个变量 去接收他的值 他的语法怎么用呢 我回车 注意了 这边啊 千万不要写一个名字 然后回车 你直接写上啊 比如说你的名字超超 年纪呢 18 不要在这儿按回车 两个值都写完了 再回车 你看 我在他15秒钟以内把这个值输入了 然后呢 我依靠Dollar 服 your name 然后Dollar 服 your age 看一下 是不是就是超超和18呀 好 那这是简单补充一下read命令的玩法 好 那我们这个 下一节就来看这个share条件测试 它的具体玩法 我们下车 扶椅子 我还可以 行判 那么下车 我们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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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